部長、主委、副董,還有各位官員、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先請李部長 來,李部長 對不起,還有委員長,沒有稱呼到 要請委員長嗎? 沒有,不用 來,委員長,部長 前兩天,衛生署前署長楊智良先生 講出一個新的四部也沒有 四部,你知道嗎? 不婚、不生、不養、不活 沒有,沒有願景 他個人看法,他說他也希望說他的 不會讓他料中 可是現在的確確我們人口 尤其少子化現象非常嚴重 這兩天,您跟總統又到南部去看我們的新住民 而且我看到報導裡面也講說 大概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小學生 對對對,是新住民所生出來 那當然總統是講說應該是 這沒有什麼關係 我忘了他怎麼講 換句話說,他的意思大概不會影響到整個 就是說,這個這個這個 不管是教學也好 或是為了我們整個國民的這個 當時他是怎麼講 我記得他講說這是沒有關係 他沒有說沒有關係 因為他這個問題其實蠻嚴重的 他是說佔十分之一這樣一個比例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沒有 沒有這樣講 我印象中他沒有這麼說 我看報紙好像寫說他說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他認為問題很嚴重 事實上他還舉了一個東三鄉的一個小學的case 一個班裡面只有兩個小朋友 三十個小朋友只有兩個是所謂的一班的小朋友 其他一班都是 好,那不管是沒有什麼關係或是嚴重 那你看如果說嚴重的話 為什麼嚴重呢 嚴重就是說因為文化多樣性 因為我們這些所謂的新台灣之子 他在科業成就上面 假如沒有給他一些協助的話 他沒有辦法趕得上來 然後這些 剛剛講說不能叫外培 現在叫做新住民 新住民 這些新住民呢 其實政府也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他們趕快融入這個社會 其實這是一個我們整個的社會都必須要調整的事情 那這個當然光內政部來做 其實是利有未待的 那現在也沒有一個專責單位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協調 先協調教育部、老委會 對,共同來從各個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啊 那個楊前署長所說的四部 不婚、不生、不養、不活 那不管不活就不講了 不養 不婚、不生、不養 其實是非新住民的情形比較嚴重 反而新住民他呢 就是說他生產醫院好像比較高一點 現在大部分的生小孩的都是 對,換句說他們 就是說至少他們的這個生產 就是生產醫院比較高一點 但是這個是沒辦法 那你說現在好 說一般的本國人好了 那一般的本國婦女 那這段時間 不管是不婚啊 不生 或是說真的生了以後 在教養方面有很大的一個困難 或是對他來講很大的負擔 這變成一種現象很普遍的現象 而且這個如果沒有改變 方向是往這邊在走 然後新住民並不是說他們的經濟好 那為什麼他們的生育的勇氣就比較多 比較大 而且呢好像 好像這比例上越拉越近 那部長 我們坦白講 不能任憑這種現象一直發 一直發展下去 一定要有一個配套 或是有一個方式 至少提高生育率 然後我們之前一些相關的鼓勵措施 好像沒什麼用 你知道嗎 沒用啊 是不是應該請一些相關的 一些社會的一些社團也好啦 專家也好啦 不一定學者啦 專家啦齁 然後大家想想辦法 提高生育率 這個沒有的話 你看我們 我們老人化現象是非常嚴重 現在在院裡面會成立一個行政院級的人口政策委員會 當然剛剛委員講的 現在養一個小孩的負擔事實上蠻重的 光靠我們社會內政部所能提供的津貼 其實我覺得杯水車薪 沒有什麼優因啦 杯水車薪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個整個社會的問題 還是對於整個社會現狀 整個社會的不安定 不管不安定不滿 或是其他 就是不安心嘛 不安心的話 你縱使承勉強承家 你也想說那承家好吧 那生兒孕你以後再說 那個狀況非常嚴重 未來 我看不只是我 我看我們的張委員張曉雯委員 他都很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部長 這個事情當然不是一下子 冰凍三池非一日之寒 不是馬上變成這個現象 可是相對的 你馬上改善這種現象 這種狀況 也不是一年兩年能夠改善 所以這個是長期看戰的 如果說這三五年沒有把它弄好 未來我看 我們不只是老人化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國安問題 整個國立的問題 整個未來啊 各方面 我覺得都會很糟糕 無法想像 我完全同意 事實上這個問題 比大家想像的還要兼具 他不只是 我看喔 比暖化現象還要比那個高鐵下線的 這個狀況 發展的更快 這當然不能相提併論 他的衝擊會來的更快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從教育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講的人口 不只是人口的量 你還要談到人口的值 還要談到未來老化的整個配套 其實問題很嚴重 所以部長大概喔 社會福利這一塊嘛 我剛剛講的這些嘛 就是說 人口素質問題嘛 然後 這個社會福利 然後 老人政策 大概 還有社會自然問題 大概這三四點 把它做好 大概就差不多了 它全部都扣在一起 扣在一起 那你說現在 對啦 說談到九價好了 那九價我們百分之百 都是反對的 而且好像 現在抓得相當嚴 在各個縣市 來講 抓得相當嚴 可是喔 好像一直沒有降下來 我覺得這是一種文化的問題 那 是不是可能 因為抓得很緊 抓得很嚴 所以比例抓到 也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說 以前你抓並不是那麼緊 那可能 譬如說 那一定的時間 有抓到多少的一個 這個 違規人數 然後接著 你因為發生一些九價 發生問題 出了車禍 然後加緊取締 所以他的抓到的這個比例 會升高 也不見得就是說 你九價的比例升高 可是喔 我對於 現在外面在講說 包括這個這個勸酒 也要罰 然後呢 酒醋也要罰 我是有點擔心 酒價百分之一千 我是反對的 而且我也贊成重罰 可是如果說你無限上綱 甚至於殃及 一般的 這個商業行為 或是影響到 反正這個不干我的事 我坐在他旁邊 也有事的話 那會不會 我覺得會不會千零過廣 你的看法如何 我想我完全同意我原的看法 整件事情不能無限上綱 那至於說 當然喝酒的人是不可以開車的 這是絕對要嚴格執行 我有責程警政署 這件事情一定會非常非常嚴格的執行這個酒駕的檢測 但是後面當然我們必須跟法務部來談 就是抓到以後這些人應該要怎麼處置 這是後的後續 我覺得我們會跟法務部 酒駕從嚴取締 從嚴處罰 是 從重判決 這個我們都支持 可是如果一個法定如果說因為民粹的關係 好像現階段產生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就一窩窩蜂 包括文靈院的事情 發生都更案的事情 馬上都都更要重演 有些時候 這個 立法過言之後 以後覺得 當時又立法過言 重新再解套又很難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即使我們做一個 這麼重的一個部會 也不能人引一引 要講什麼就聽什麼 要有自己的立場 如果說你連勸酒 我說實在連勸酒都要法的話 那連禁酒 你禁酒送給勸酒 我問你啊 我到足足去禁酒 你禁我酒 你勸酒 到時候我就把你供出來 不會 那像什麼社會 連勸酒都要法的話 那太離譜了 不會 不會修成那個樣子 我們沒有要考慮 我問你啊 部長 勸酒跟禁酒差別在哪裡 勸酒跟禁酒 禁酒送給勸酒 我敬你一下這樣子 那結婚的大家不敢禁酒 結婚時間都不敢禁酒 不會 我們只是 強調酒駕 其他的不會 OK好 那你請回 我請 副董高副董 高副董好 不好意思啊 這個 問你一個問題 今天大家一直在談論這個人權問題啊 陳光成事件 我就直接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直接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這個 現在喔 中共 他的導彈增加 你也知道 然後炮兵部隊增加 那我們束手無策 不知道 我知道 我們都有在公開 事理下呼籲說 是不是 他要撤飛彈 要減少飛彈 可是他剛好相反 所以有些人就突發吉祥 那是不是 那如果會不方便啊 是不是請海基海協 來協調一下 由我們海 海機會來發生 來跟他們討論一下 這飛彈你不 你不要減少 你不減少 你至少不要一直增加嘛 增加 你要跟我講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大家互動 兩位互動這麼好 氣氛這麼好 我們互動這麼好 然後你的飛彈一直增加 你們不覺得這個氛圍很奇怪嗎 你們要協商一下嘛 副董 呃 根據委員報告 這個 我們兩 兩岸兩會 過去這四年來說 努力的呢 就是希望建立一個 兩岸和平穩定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在很多的場合 事實上 這個 當會談在台灣舉行的時候 我們 陸會賴主委也會會見來談的這個代表 也充分表達這個意見 那我們事實上呢 呃 就我個人來說的 我也曾經私下跟他們表達過這個意見 是 他們怎麼說啊 我甚至於跟他講 你這個 你增加那個也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 真的 他不可能使用 我說實在 他真的要打你也不需要那麼多飛彈啊 他撞那麼多飛彈幹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完全同意 我也跟他私下表達過這個意見 啊 結果他們怎麼說啊 他也難臉之隱是不是 不是 就是兩岸在逐漸的從這個建立互信開始 還是就像他們以前的 我相信他逐漸的會 會 就像他們以前的基調說這是對付台獨的 倒也不是 這飛彈又不長眼睛 其實他有時候也表達說 其實並不是完全針對台灣 他也有表達過這樣的意見 是好 那你請回 那個羅委員長 剛剛沒有稱呼到你 問你一個問題好了 那個我們蒙障委員會啊 到營業到什麼時候 在我們的 對啊 那時間這麼緊迫啊 有沒有什麼好的計畫 那個麥克風按一下 按麥克風 麥克風 對不起 我們其實從去年就一直好在處理我們這後續銜接的問題 所以我們跟路委會也有很密切的溝通 對啊 所以葬事處跟蒙事處的業務 你當委員長的意思 蒙障都沒有去過 我去過蒙古 去年9月我就特地帶了檢察官法官到蒙古去 有有是不是 那現在之前帶我們去考察一下 我也很希望 真的啊去看看啊 我真的很希望這樣做 那你如果可以去都 對能夠增進彼此的了解 我們對對方的狀況掌握得越清楚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效率越好 我自己也很希望這樣 謝謝委員 謝謝謝謝 謝謝